Sweetly struck as you can 哇哦 就是炫自己的干法 滴干是真轻松啊 小特的滴干效率非常高 大卫纹饰不动 哈喽大家好是大熊 常态成功率61% 20年的小特攻防巨驾 白球的控制也是更像一三楼 需要K球了 哦 嗯 还有组合球吗 还真是啊 正正的对着 好球啊 这球很细腻 一打一K 再带出了三颗球 这球对球队的把控很全面 小特现在也是越来越细的啊 总体来说没有火箭无师 他们那么细 那么 人掐会算 但是对小特这种 天赋型的球员 再过两年 基本上可以做到七七八八 球杆也是换了 以前的球杆偏重 现在球杆偏轻 更利于控制白球 带球队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这个局面应该是没问题了 从世界第一 很棒的 处理球队也看起来很简单 小特的球风 确实是受广大年轻球迷的喜爱 20年的比赛现场 对手是唯一的观众 火箭那个时候的头发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太收拾自己的形象 左右开工的选手 左右开工绝对是一种天赋 它是身体协调性的一个展示 很多人反手就没什么劲 好球 推进破百 这个角度也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干法 极限的发力 透啊 这种球就是发力透 白球的转速高 一个字 二 就是喜欢灌带 喜欢白球多跑步 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啊 我估计小特的白球多跑二里的 强烈的中低杆顺散 单杆128 那几点火箭也是没脾气啊 压不住 那几点火箭也是没脾气啊